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由于常驻阵容确实不如网友期待的那般梦幻 所以生生不惜宝岛记从官宣到开播 始终面临着不少的质疑 但殷宗还得是芒果这句话不是自卖自夸 口碑终究要靠质量说话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年的宝岛记同样不例外 网播和上星成绩都很亮眼 因缘成绩突出 全网热度飙升 生生不惜宝岛记正片中一宫刚落幕 经过七轮激烈的PK后 纳英队在下半场成功逆袭拿到了一宫的胜利 一宫诞生的三首时代金曲分别是上半场张杰独唱的《甜甜想你》 下半场华晨与马佳琪和陈卓璇合作的《知足》 以及纳英队和观众的催泪大合唱《后来》 总体来说 伊宫虽然仅仅是宝岛记的开端 但因为有港月记的经验 以及芒果的团队本来就足够优秀 所以宝岛记有一种开篇及巅峰的感觉 抛开有争议的常驻阵容不谈 飞行嘉宾阵容 选举 编曲 舞美 策划赛剧等各方面 都堪称是国内殷宗的全新标杆 是其他平台难以忘其项背的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 纳英队拿到一宫的胜利后 不少网友开始酸了起来 调侃纳英什么时候输过 他的团队能赢一宫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纳英队赢得一宫的胜利其实有机可逊 别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 原因一 纳英队的人气更高 宝岛记一宫共有14组歌手 纳英队的成员还有华晨宇 马家琪 魏如轩 爱依良 坏特和陈朱轩 张信哲的成员还有张绍涵 杨宗伟 张杰 陈丽 陈丽农和夏日入侵企划 但从两队的阵容来看 纳英组的人气优势就很明显 尤其是纳英 华晨宇和马家琪三人 纳英的巅峰期很长 虽然很讨厌他的人不少 但喜欢他的人更多 国民度够高 代表作够多 我口实力够强 性格够直率 这些闪光点让这位乐坛天后 在50多岁依然备受喜爱 华晨宇和马家琪都堪称是内娱的顶流艺人 他俩无疑为纳英队的人气加持很多 这一点从弹幕就能够看出来 有他俩出现的画面 弹幕就更多 反观张信哲队 队长张信哲虽然也是有口接杯的前辈歌手 但人气相较纳英逊色很多 张杰和陈丽农人气虽然不错 但比华晨宇和马家琪还是差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张信哲队中还有一位 拉低平均人气的选手 他们就是夏日入侵企划 他们的真人秀部分足够活跃 再加之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和那股贫劲 像极了大张伟 但公演舞台上的他们存在感低 国民度和实力都是短板 从正片内容来看 宝岛记的现场观众基本在20到35岁之间居多 尽管节目组在招募大众评审时上有对策 但粉丝们同样下有对策 而且很多人也愿意为了偶像买高价黄牛票 所以既可以说是纳英队本来人气就高 也可以说纳英队在录制现场人气更高 投票结果可能代表不了几千万粉丝 但在录制现场确实是这样的 粉丝们愿意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 结果无可厚非 原因有二 纳英队选曲更有优势 宝岛记一公是80年代作品和00年代作品的对决 这两个年代都是宝岛乐坛的黄金年代 诞生了无数的乐坛金曲 但尚未说过宝岛记现在的观众普遍年轻 在他们青春中留下更多印记的必然是 00年代的金曲 也就是所谓的千禧年代 有趣的是宝岛记筹备期间曾网传 因为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 节目可能会改名字为 生生不息千禧记 当时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回归正题 千禧年代的宝岛音乐 至少陪伴了80和90两代人的青春 周杰伦、林俊杰、陶哲、五月天、苏打绿、张辉妹 四大三小一蛇团、刘若英、菲尔乐团、新乐团、蔡雅剑等 芒果虽然没能够请到这些歌手 但他们的代表作依然是观众们的新头号 自带非常高的情怀 哪一队能够拿到千禧年代的选举 哪一队的胜算就会更高 虽然张信哲的选举和传创度也够高 但相较于纳英队的五娘 千年之恋、蓝亭旭、知足、mana day等差距依然很大 纳英队能够拿到义工的胜利 千禧年代的选举功不可没 原因三 纳英抢到了华晨宇 在宝岛季的常入阵容中 华晨宇的争议度是很高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编曲实力实在是有敬眼 演赛制的殷宗里是很抢手的能力 一共上半场的五娘 堪称是颠覆性的改编 尽管在传唱度方面不够突出 但整体非常的高级 而且很好地适配了 魏如轩和坏特的个人风格 三人搭配完全不违和 尽管输给了张杰的天天想你 但是分叉并不大 下半场的知足 圆曲本就有足够高的质量 华晨宇通过钢琴 找到了马家琪和陈卓旋 最熟识的音语 在尽可能贴合圆曲的情况下 后半段加入了三人合唱 以及合唱团的声音 整首歌又多了一份属于青春的感觉 最终知足赢了张三的歌97分 华晨宇 马家琪 陈卓旋三人的人气 以及原作的高传长度功不可没 但华晨宇的编曲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义工的表现来看 华晨宇确实值得当初被纳英和张信哲同时争抢 人气和编曲能力都是他的优势 他在纳英团队算是二号人物了 最后读舍月评人丁泰生评价 《宝岛记》中的华晨宇时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为什么华晨宇在阴宗里的夸张改编 备受好评 而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反而争议很多呢 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